最艱難是自由行 因為很多商場的店舖都將商場 就算可以容納到一間戲院的位置 都拆散了做一些很 premium store 珠寶 宗標 時裝 變成戲院的空間便會少得很重要 由最傳承的時間 一百五十多間戲院 到上年差不多五十多間 2004至13年 是珠寶中標業的黃金十年 另一邊商卻是戲院業的低谷期 直至2015年本港部入零售寒冬之後 不少商場將目光重新放在本地客之上 一些研究都說 其實一個商場 如果你可以保持到客人 有兩個小時以上 其實消費資源會多了很多 有哪些活動 所以可以令到一個客人 可以在那個地方 在商場裡 花多兩小時看戲 一定是這個活動 所以很多商場 都很歡迎我們 開始問問 你會否想開戲院 有新的商場 都會邀請我們 去給一些意見 看看那個地方是否適合 戲院業回暖 由院線上年年未公佈 2018年會開始三間新戲院 現在就會變得更好 由2017年開始會變得更好 你看到我們都公佈了 一開我們都開三間戲院 即是大埔 深水埔 青衣我們剛剛開了 雖然前景出現好轉 但要在市場上站穩陣腳 各院線都要出盡發寶 好像這間位於青衣的戲院 坐落住宅區 輪近大型陸院 便退出不少迎合家庭客服務 例如隨餐附送 扭蛋玩具的兒童套餐 半數影院的第一排座位 更加是雙連座 可以讓兩位聖人 和一位1米以下的兒童使用 一家三後看戲 共享天輪之樂 沿線亦都不時大搞活動 希望客人來到戲院 不只是看戲這麼簡單 有些很特別的活動 我們都會很著重 例如剛剛過了12月份時 有一個Star Wars的雙連場 其實你想想 你要在五個小時內 要看出第七集的 第八集的Star Wars 由9點鐘看到凌晨3點鐘 我當天是Full House的IMAX 差不多三百幾四百 他們穿了所有Dark Ladies 白兵 那天很開心 拿了劍 在背景之前拍照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為了看出戲 他們穿了所有衣服 其實他們不需要 但正正就是那個環境 聚集了一班人 你在家裡 你自己看 在戲院 有一大班觀眾一起看 中文字幕包圍